院長表示 行政院今天就前開條文 向憲法法庭提出憲法訴訟 繼總統府監察院 民進黨立院黨團後 行政院宣布跟進提示線 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人權及公益 遭受難以回復的重大損傷 同時向憲法法庭申請暫時處分 按照憲法 其實行政院或政府 唯一的條文就是接受 就必須要接受 國民黨不滿政院的復議案 被立院否決後 就應該立即實施國會改革 無法更何況監察院在提出示線前 沒有經過監察院的院會同意 六月初的談話會 全院的談話會 院長有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討論 討論的會議結果是 我們朝示線做準備 監院強調先送出示線後 再來補證程序 畢竟國會改革無法已生效 再也首要目標鎖定超撕蛋 我們提供給委員就是行政調查報告 但是因為 部分的這些資訊 它已經 我們已經以前遞檢署 根據政府公開資訊法裡面的 相關的規定 去做一個處理的 農業部長堅持偵查不公開 不甩國會調查權 如果政府單位有相關的任何的舞弊的話 應該循著檢調單位 監察單位 司法單位去做調查 我們還是堅持用這樣的方式 去處理相關的一個問題 儘管國會改革無法已生效 但在示線前 部會不配合 國會改革恐將淪為至上談兵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